在大路也是一些路口 有當時可以看到一種博山頂 因為這十八一直都有爭議 有路口團體到 認為在台中的代理區 很多地方 這種頂會影響行車的安全 他們在四處去營營營營 但是都不好 就要自己去把電源削掉 為了讓京鳳依照 鳳海公部罪上班 現在他們去討論 來 今天第六站 三個男主 十三號 晚上七點左右開地步 來到台中七代理區 加鐵南路到立信一貴附近 中正在路口的 爆閃燈電源散背掉 京鳳在這的消息 馬上來到現場組織 對啦 拿兩條線 是你分離的啦 你給一下哪裡分離的 你先不要給他用什麼 好 你給一下哪裡分離的 這裡有一條線嘛 三個男主稱是臺灣機車 路口團促進衛星圓 因為爆閃燈的閃營影響到 行車四散 鄉民台跟市府歡迎 都沒有在座骨頭的回應 才會自己來拼圖電線 隨後去京鳳 抓回去警察局進班 你是來到現場 擁有人表示爆閃燈 有近視的作用 但是也煩惱太差勁 電動作成影響 當然你在那邊 閃爍是有一種警示作用 對不對 你如果太過於強 強度太亮的話 會造成反效果 臺灣機車路口很正會強調 三人集中的臨性南部 確實是回來的新聞 爆閃燈在法律上 並沒有在座骨 設計完成的路口 本身就有提倖的標籍標算 舉凡是地上寫慢或是停 他都可以足以去告訴用路人 你要去做停讓 或是慢速通過 他可以去區分之感到 那如果使用爆閃燈 其實在法的地位上面 他也沒有正式的合可 那另外造成的效果 也不是很理想 甚至有可能造成 用路安全的反效果 造成爆閃燈 警示安全功能喪失 涉及刑法第138條 妨礙公務罪嫌 警循後依法移送 台中警方表示 這個所在的保安燈 是無方分局的公佈 民眾有聯合議論 和建議應該順正常的官都歡迎 不應該以修行正義的方式 背掉電話線 提出失去到 近視安全的功能 後少爺中三的人 以促煩興奮 風海公務罪嫌 以上發辦 記者 台中報道 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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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